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兼任的党主席之后 今天宣布一级主管名单 有多位的前立委 成为了苏贞昌人事布局的重要来源 他一方面的安排人事 另外一方面积极的修补党内的关系 那么苏贞昌着手筹组中国事务委员会 有意邀请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来担任主任委员 不过苏贞昌他曾经批评过 谢长廷是人很干聂 两个人的心结真的可以化解了吗 社长 谢长廷说只要在干聂这个事情上 苏贞昌有所表示 他就愿意一笑敏恩仇 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 就是苏贞他们曾经一起搭档 竞选过总统政府总统 后来输了2008年输了 那这一次民进党2012又输了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野党 其实就我来看苏贞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合作 真的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强而有益的在野党 来监督执政党 台湾的前途才会进步 民进党有很多的机会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人才 但是民进党内耗的太严重 以这次党主席的选举来讲 四个人唯欧一个 看的谈的都是要不要特色拉扁 是不是要帮小云卡位 2016你要不要选 真的是这个目光如斗 不应该是民进党应该有的高度 跟应该党主席选举应该有的一个气度跟高度 苏贞昌跟谢阳廷两个人都是民进党内的精英 民进党的创党元老 我觉得他们对于就是未来台湾的前途发展 不管是怎么超越 或者说为2014 为2016民进党赢得政权 他们有一定的气度性 这是很好的一个为台湾 就是说良性的政党竞争里头 是很好的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我一直认为说民进党不应该只是如此 变成一个就是说要不要特色阿扁那个党 就是格局太小 那今天苏贞昌愿意邀请谢长廷来担任中国事务部 他说因为过去中国事务部 是有的 后来就并入国际事务部 那今天他又愿意成立中国事务部 单独拉出来成立 对 单独拉出来 表示他认为民进党执政的最后一路 的确是两岸问题 的确是中国大陆的政策 民进党称为中国政策 那在中国政策里头 其实谢长廷是非常有想法的 他在高雄市长任内 他就有意要访问中国大陆 但是因为陈水本不同意 那他过去也主张宪法一中 他认为就是说两岸你吵来吵去 你总要有一个辩论 所以谢长廷这次也很勇敢的提出来 他出了一本书 他谈到宪法一中 的确就是说台湾的问题 你说九州共识 民进党不承认 那选举的时候喊出台湾共识 那过去民进党有台湾前途 决以文 甚至有个台独党纲 未来民进党怎么带领台湾 走两岸政策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走纲索 因为他们曾经执政过八年 这连续两次挑战没有成功 那民进党未来的发展 的确在两岸政策上 关乎他们能不能再度拿到政权 所以谢长廷他是对两岸政策 他有相当长的时间的研究 我觉得就是说 苏贞昌跟谢长廷值得再合作 作为一个不管是影子内阁 或者说中国政策的一个 前卫的主张 他们都应该要就是说 攜手合作为台湾找出另外一条路 这个民进党未来是不能再走纲索 我们从这个苏贞昌今天所 这个公布的一些人事的规划 跟布局社长对这些的解读 包含他用了很多的前立委 这个部分 其实也不是前立委 这些前立委都有派系 苏贞昌这次选得非常辛苦 虽然他连任成功 然后他过半数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是历年来党主席 得票率最低的一次 苏贞昌曾经拿过九成 他第二度回过党主席 第一次是拿到九成的选票 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新北市的市长部的主委 自己的子弟兵输给了蔡英文 所以的确派系在民进党里头 还是隐隐成型 而且互相牵制 那他这一次的所谓人事布局 都是等于说 他必须在党内先营造团结 才能做政策的大辩论 当苏贞昌想跟马英九去见面 超越对话 来化解台湾的僵局的时候 一定会有不同的派系 给他很大的压力 当苏贞昌考虑 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也一定有不同的派系 来牵测他的一个主张 我觉得苏贞昌 这一次机会非常好 他只要把党内团结 团结起来 然后有机会跟马英九对话 甚至于超越自己 有机会访问中国大陆的话 对苏贞昌来讲不管2010 2016他都拿到了入场券 是 这个党内团结之后 接下来就要看他的大陆政策 这个部分对民进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刚提到说他其实 要用谢长英的部分 其实谢长英他也认为说 现在如果不再跟大陆交流的话 民进党就永远变成在野党了 所以谢长英他的态度 其实是更加的积极 同时苏贞昌他的一个对于中国大陆一个 他的这个内部的一个政策 到底是怎么样的看法 这个问题 你只要把它看 台湾我讲说 人家说我们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这是总统大选的时候 民进党不过少掉80万票而已 等于600万 对680万票 所以就是说 当两岸 就是说当所有全球的人都往大陆跑 当两岸问题没有办法回避 是执政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 民进党为什么要把 跟中国大陆谈判这一回事 拱手让给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专利呢 当初我记得郭正亮曾经讲过 就是说如果九二共事是一个party的话 人家规定穿西装打领带才能进场 我们为什么不穿这个西装打领带也进场呢 所以两岸的协商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不要缺席 如果你担心国民党不够透明的话 那你就也一样进入谈判桌 所以我同时也呼吁中国大陆 给民进党机会 不要设太多的前提 过去国台办曾经讲说 铁杆生旅 我都要跟他打交道 今天不管是有台独党纲 或者是台湾前途捷御文 或者是台湾共事 我觉得国台办都应该要有这个自信 邀请民进党的重要人士 甚至是党主席或是中常委 访问中国大陆 让他们清楚了解目前中国大陆的状况 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 国民党 民进党 共产党 坐下来一起谈判 台湾的未来跟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 刚刚社长有提到说 在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的选举的时候 其中四个这个民进党的候选 都提到了蔡英文 那么蔡英文在现在 她的一个角色扮演 在未来她有可能变成 民进党那一个 对于中国政策的一个特使 这样一个角色吗 特使这个事情 我觉得蔡英文 她可能要去做 政治上的一个判断跟精算 我认为 就是说以中国大陆来讲 她不要排斥任何民进党重要人士 访问中国大陆 那蔡英文要不要去 她一定会有她的政治算计 因为蔡英文她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她提到很多 等于说她要一个台湾共识 她不要九尤共识 但是她的台湾共识 几乎是没有内容 她还不如谢长廷的宪法一中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当下 她除了就党内先团结之外 她各派系团结之外 其实就是谢长廷讲的 大家对于未来的路线之争 民进党过去就是路线跟议会之争 还是说体制内 体制外的斗争 他们是都很能够大明大晃 民进党 曾几何时变成一言堂了呢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要很勇敢的 就大陆政策来做大辩论 然后找出一个一致的方向 带领台湾 就是说台湾现在我刚刚讲 有六百万对六百八十万 我觉得民进党不能缺席这一场 就是说大陆政策上的辩论 你看到说这个谢长廷的部分 她接下来如果是接下了 这个民进党中国事务的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之后 你觉得她会怎么样来布局怎么做 谢长廷她比较倾向 就是说宪法一中 所以这个就是说比较不会 宪法一中 你再讲一个就是一中 是不是就是一中各表 是不是九二共识 我觉得我们不要在名词上打转 那现在大家最大的共识 一中 那这个一中是什么呢 一个中华民国 两个地区 还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当然台湾人不会接受 所以民进党内部 她最重要的是说 她当看到 就是说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崛起 她不能置外于这个趋势的时候 民进党一定要先找出一个共识 谢长廷她在这个 我觉得谢长廷在这个 两岸人论述上 她是非常一致的 从她以前高雄市长 到行政院长 到现在卸任之后 如果她去担任 中国事务部的主任委员 我觉得她是有一致的一个逻辑思考 重点就在于 民进党内部 她有很多的派系 尤其独派 声率 这一票人能不能够接受 那就是要看 每一个领导人 她的能耐 她怎么去说服 这些那个 党内不同的派系 但是以民进党 她今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拿的政权再说的 那个态度来讲 我觉得机会蛮大的 其实民进党的 这个党主席苏贞昌 看到这次人士的安排 包含了这个党内的 这个团结呢 也筹组了中国事务委员会 那么也是希望说 将来有机会 能够参与两岸的一个谈判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王美玉社长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详细的点评 欢迎订ono